跨年不打烊 柯媽媽成了柯文哲化身 陪民政黨苗栗立委候選人掃街 選舉月到尾聲 選情更加瞬息萬變 婆媳之間也出現意見分歧 我們候選人要選哪一個人嗎 我給你看看 菜也不錯 不會因為他跟我的意見不合 就會 就沒有早餐吃 柯媽要投菜 媳婦陳貝喜則是臉書PO文 四十不投 小孩的事我們可以告訴他 我們怎麼一直拚 就說你要選誰 我們就叫你的理想 柯媽媽打原場 尊重他們的選擇 雖然婆媳支持不同調 但只要跟柯文哲有關 他們同一個鼻子出氣 是他一直在打 打喔 老兄讓你打完沒了 不然的事你一直在打 因為他嫉妒 所以他再打柯文哲 柯媽畫風一轉 痛疲蔡英文打柯 一如往常的大炮性格 再度轟向新潮流 申局一來 台北之後 這個蔡英文才沒什麼 申局是新條流的頭 新條流的就是這樣 聽頭的人就這樣 家事 國事 天下事 柯文哲都得煩惱 先是如何維持民眾黨 小黨之間的優勢 還有與民進黨的應對進退 再來是家事 媽媽和老婆之間的意見分歧 雖然媽媽尊重他們的選擇 但柯文哲儼然夾在這兩個女人之間 記者彭治平公益的張志凱 SNC小組苗栗報導 我們下載到